威尼斯雙年展是世界一大藝術城市 其實歷史非常悠久 第一屆藝術展覽在1895年開始 如果計算的話已經超過了一世紀的歷史 它的發展由時間演變加了不同的部份 開始時集中在藝術品展示 後來在1930年代加入了音樂電影和劇場 到1980年代才開始有第一屆建築雙年展 它的重要性會在於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家 可以來到同一個地方 去分享他們自己界別的一些新的發現或發展 建築方面譬如解構主義 亦是首先在威尼斯雙年展發佈的 其中代表的建築師包括 Gernard Shumi和Daniel Libinski等等 我們香港的建築師學會第一次參加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大約是2006年左右 所以首先大約有第八屆 所以我們非常興奮能夠再次代表香港人 去展示香港建築師的面貌 Gap